面对大量新增的确诊个案 台北市政府重新盘整医疗量能 市长克文哲表示经过紧急动员后 19间医院中有171床负压隔离病房 165床普通隔离病房 加上专责病房687床 目前台北市可收治总数为1023床 预计下周一可增加到1225床 有时候一个整个病房 很大的空间才摆18个病人 后来我就说这个不可行 那也好啦 那个中央事实上 也相信我们这种第一线在观察的 所以在昨天早上他就明确发布命令说 如果是这种专责病房临时被征用过来做专责病房的 那就不限一人一事 经过昨天的紧急动员 把原来的护压隔离病房 普通隔离病房再加上这些专责病房 特别又把专责病房 那个每一个房间可以多收一个病人的话 我们目前台北市是1023床 就是可以收治新冠肺炎的病人 capacity是1023床 那么事实上前天很多救护车卡在这个 急诊室外面也没有办法送病人 到昨天还是有这个现象 不过已经好了很多 所以也谢谢我们台北市的这些医院 你知道 紧急应变你知道 把这个一人一事的规定拿掉 让这个病床比较多 那大概 到下个礼拜还会再增加个几百床 大概还可以增加三百床左右 柯文哲表示 医院要临时动员 除了扩充床位 医护人员的训练 以及疫苗施打也必须到位 坦言医疗量能还是很紧绷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